子彈里面好像有带爆炸性的一种 按下头一天就带你装飞机装伤 第二天 第三天我给人按上 把头皮一枪打 把头皮掀掉 我说什么人打 我都不知道 找不到人 谁打 我也不知道 打什么头 别打他 打头上面 就一个 吹的木炭 看一看 这边有一个头皮就冻了 要不要 你什么不知道 哦 是 哈哈哈 年车会比较大的 对了 老婆 那我就是命大了 你假的稍微抵点 我老婆就开花了 同样 哎 你就拿 我一头弄 对啊 哈哈哈哈 对啊 对啊 我一头没弄 那你是不受伤的 怕黑 对不对 那回来走呀 哈哈哈 对啊 我一头没弄 对啊 我是作业受伤的 我是工作业 没有 记得我都被骂见 我们的打 我小孩都是公兰兰人打的 因为我们是国民党 他是公兰党 哦 他们公兰党一遍一遍一遍你都不知道 你这当药犯到国华的 别人先没有我啦 那个都是公子的 哎 好多啊 这些公子 万一所以做地下公子 你像破戏的人 所以 或者你打了这些公兰党 到这个 到什么美国了 什么破戏啊 这些玩意儿 他都是都有任务的 啊 什么表演 什么杂志团啊 哈哈 一半钟说 我全部我都知道的 这些玩意儿 你们师父那时候 余大元 台湾什么 究竟那么多 他都有任务的 哈哈 不是那么开玩笑的 哎呀 那么简单 我全都知道 爸爸这么过来的 什么都见识过的 过了不久 日本终于发动全面侵华 军力薄弱的中国军队 节节败退 沿海城市一一失守 日军势如破竹的 向内陆推进 而成龙的父亲 也逃难回到 满目苍疑的家乡 打仗的时候 飞机炸弹了 我父亲已经炸死了 那时候我们家里 我们就逃难 逃到重庆 到重庆去了 到重庆炸弹 我去的逃难得很快的 大概三个月 三个多月 四个月吧 然后我们就回来了 我乞丐也死了 我爸爸也死了 炸弹炸死了 我们就住在南京下关 那个中华门那个地方 房子也炸死了 那个南京大祖山 死的多少人 但我不再出去 我也死了 什么都完了 一切都烟消云上 成龙父亲 也只身回到安徽 在战乱的废墟中 遇上他第一任的太太 并生下两个儿子 适得和适胜 我坐着给你一下来 我找到一个女生 什么叫安徽人 给娘 在我建小工 被她走 我说你不是做工了 我说我要你 以后就大概结婚了 回到安徽五五结婚 大孩子是八岁 大概那个小的两岁以后 他就对了一种病 看伤了 孩子就是流血不止 孩子睡在床上三年 我这个命上注定的 从来没有办法来拿 又指他 我拿那个什么 想要不吃鸭鸭叶吗 我请一个人会 我不会吃鸭鸭叶吗 我也不会弄的 我请一个人 这么烧给他吃 吃下去止痛 不是一提两天 我以为他看病 我都破产了 我自己的妈妈呢 如果骨头不太高 为人出事是相当好的 但是这种人 自己呢 那把自己 我叫自己吃东西 不吃可能给人吃 结果家这个就是鸭鱼啊 我妈妈就在47年就去世了 47年 47年 那你那个时候你几岁 七岁 我现在是什么病呢 复科病 因为到现在呢 她不会死的 她能治 现在是个日子不发大 我妈妈我记不清爽 我 我的爸爸没有当儿人 记得清楚了 她是怎么一个人呢 我爸爸 我爸爸很威武的 怎么威武呢 很威武的 我爸爸 心情刚强 人性好 耿直 耿直 他没坏心敌人 那下他 他做什么工具啊 他来这个工作 我也搞不清 反正 又是 又是老人家 反正他又是打了枪 也又是 国瑜 他喜欢打枪的 好像他 有一次 打了一个硬 这个硬啊 很大的 甩了这个 脑外 这个我 我大概 因为这个硬 很害怕的 他打水啊 扑在那儿 扑扑扑 扑了很久 他打了 扑了很久 然后 一枪 他们飞过 我起床 去拿 我的警察 的时候被政府收回 不顶 噢 那些小雀 还在飞 还在飞 他在飞的时候 我的朋友 走过去 是个洋警察 拿着鸭的头 握着 卡 好 我说 别 你不打他就死了 因为他中了枪 还没死 不久之後,中國再陷入全面的內戰。 國共之間的鬥爭不斷升級,之後,共產黨中央的內戰。 他終於得到勝利,曾經是國民黨特工的成龍父親,處境非常危險,唯有忍痛放下兩個年紀上幼的兒子,逃離家園。 跟千千萬萬的近代中國人一樣,開始那漫長而顛沛流離的生活。 你爸睡的時候,你爸爸就離開你了。 那他走的那天,有沒有跟你說什麼?有沒有交代他去哪兒? 沒有,完全沒有。 那天發生的事情你記得嗎?你爸爸離開你的那一天,你記得什麼? 二生沒年大,世界糊塗的,不知道。 就是,小孩子嘛,不懂,世界糊塗的。 他走,我也搞不清,一片糊塗就小了就嫌不上人了,就這樣下來的。 那他走的時候你知道嗎?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他有沒有跟你說再見啊? 這,這,這,這不知道。 陳爸爸走了以後,有沒有人來找你們麻煩? 有一個人問過的。 那你怎麼說呢? 不知道。 本身就是不知道。 他是什麼人? 那些是什麼人? 那我古著的話,大概是我們拿現在來古著,那學孩子,那時候拿去什麼公安不公安給他,拿現在就,拿現在我古著大概就是派出所在的。 那你呢? 你呢? 你呢? 你有沒有想起來?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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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低,小 pride。 你呢? 在成龙父亲最潦倒的时候 命运终于安排他遇上第二任太太 陈岳勇女士 他妈妈还有好朋友 他老公炸弹炸死 我老婆身边死 他有两个女儿 你有一个老婆 你有一个老婆生这两个 妈妈有一个老公生过两个 你和妈妈生我 对 一个女儿很小的就是桂兰 桂兰现在就在澳洲照顾人成妈妈 那你说你妈妈是姨父女 姨父女 所以她外婆很宝贝她的 把她当儿子看的嘛 所以家里吃惯的 因为家里我外婆家条件还是比较好的 有开店看那个就像那个亚洲视频铺子 炸火铺子 条件还是比较好的 对吧 所以后来我外婆看中我的父亲了 我父亲原来是做鞋子的 做鞋子 做鞋子 就在我外婆的旁边了 他看中她 他就把我妈许佩给她了 许佩以后呢 谁知道呢 我爸家里很穷 我四岁的时候 你爸爸呢 我爸爸呢 是在那个火车站 火车站工作 正好给日本飞机呢 来了机关前摇死的 那天我要去 我妈妈她送了 后来我说妈 我今天我要送饭去 看看到爸爸来的去 带碗 那时候爱碗嘛 后来妈妈说好 那你送吧 我说送了以后 我爸爸把饭吃完了 吃完以后 就把我送到外面 刚刚一送到外面 那个飞机啊 就丢炸弹 也是在这个地方 午虎 第一次丢炸弹 因为还丢了以后 我那时候小孩 不知道嘛 站起来就甩脚 站起来就甩脚 我看人家大人这么爬 我也这么爬 我看人家怎么走 我也怎么走 慢慢慢慢爬到他街上去了 人多的地方 结果我妈妈就跑来了 你爸爸呢 你爸爸呢 我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都吓死了 我都昏得下掉了 我说我不知道 后来我